136 太陽報 美2150萬人資料被SafeB局長中招 2015年7月11日兩岸A25 本報信 美國政府電腦網絡早前遭遇黑客入侵 實際受影響人數遠比起初公布多 當局前日公布 再確定約2150萬人的個人資料外洩 聯邦調查局局長科米易士受害人 相比之前指責中國政府是幕後黑手 白剛今次表示暫未能鎖定黑客源頭 美國人事管理局表示 受影響的都是在2000年後進行背景審查的人士 涉及1900多萬人 其餘近200萬人士申請者家屬 外食的包括社會安全號碼、財政及指紋紀錄等敏感個人資料 局方是在調查4月01宗黑客道取400萬名現任與離職聯邦僱員資料時 發現者中相關的黑客事件 專家稱 外食資料可能用於勒煞或反間諜活動 中國外交部作回應 多務之急不是無端指責 而是加快初商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行為準則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發言人表示 希望美國相關方面停止無根據指控 地道部作回應人士 釋放的問題 予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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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予測